譬如說有一些飯局內 大家去吃飯 吃飯的飯局 都曉得今天來的來頭大概有誰 坐下來一定會介紹 這個女的就為了跟人家搶男人 裝昏倒 整個裝昏倒 小梗不是嗎 很老梗 就真的還有人性 就在旁邊這樣 這樣嗎 就是反正就是整個人昏倒 還喘不上氣來 那個男的一轉頭的時候 其他女的就走過去用高跟鞋 然後就被丟掉了一個東西 又被這一套 而且這個女的 還騙人騙到什麼程度 她說她的爸爸是科技 什麼高科技的 誰誰誰的新貴 然後還拿這個名片出來給人家看 然後她就東騙西騙 騙了一大堆男人 然後後來有男人 奇怪她爸不是誰嗎 就打電話去問 真的有這個人 這個人也接電話 不要再打電話給我了 我不是她爸爸 我也是被騙的其中心 她出來這樣騙是為了什麼 要攀一些對不對 就攀權富貴 麻雀變鳳凰 對 可是有些女人 會有一種 麻雀變鳳凰的一個心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先看星座好了 什麼樣的星座有這樣子 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達成好不好 對 他們就代表說 如果說能夠攀上一個有權的 這樣就有權的 也許能夠改變自己未來的生命 或是事業發展也不一定 我們看一下十二星座裡面 第三名有可能這種攀富權貴 或是麻雀變鳳凰 變鳳凰心裡的是什麼星座 第三名就是水瓶座 說到水瓶座 大家可以聯想一下 最有名的名人就是張子儀 大家對於張子儀過去這個談 交男朋友 或者是在選這個男朋友 選立官一半的時候 似乎都對於他 像是有那種拍權富貴的心理 對於他演藝事業有幫助的人 他們比較有可能會接近 張子儀 張子儀很特別 我記得他那時候有訪問說 他跟一個導演 是不是有傳緋聞這樣子 然後結果後來 那個導演就說 沒有這回事 後來去問張子儀 張子儀就說 呸 穿了褲子就 好敢講 好辣喔 對啊 可是他 可是他很厲害 我覺得他還是有點手腕 很聰明 很聰明 這樣講 這樣講好像有很多聯想 聰明 對 他有達到目的嗎 當然 這還沒有啊 有 對啊 叫你我我們兩個都 機會給你我們都拿不住了 我們看第二個 好我們看第二個 第二名是天蠍座 講到天蠍座大家可以聯想一下 我們的這個復馬爺 前任復馬爺 趙復馬就是 趙建民就是天蠍座的 天蠍座它其實在星座的處心來講 他是一個比較有那種權力感 或是他比較有這種物質感的人 所以他在挑男朋友或女朋友的時候 他會以這個當作是第一個條件 而不是複雜的條件 比如說 今天這個人是名門貴族之後 他會比較有這個現殷勤 或是說比較願意主動去追求 所以天蠍座的人 會有這樣的心態 再來我們看第一名是誰 第一名是金牛座 金牛座其實也有這種 潘富權貴 或者是麻雀變鳳皇的這種心理 我們來舉一下演藝圈裡面的 江宇成就是金牛座的 雖然不能說他認識周杰倫 是一個什麼樣的心理 但是確實因為認識周杰倫以後 拍一個MV 對 就紅了 就紅了 然後連續成為他好幾任的女主角 現在也變成是這個 他拍這個大陸的熊貓人的 也是劇的一個重要的演員 所以這三個星座有這種 麻雀變鳳皇 或者是那種攀附權貴的心理 OK 問一下蔡老師 就是說剛剛講是麻雀變鳳皇 我們用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說力爭上游 是飛上枝頭要做鳳皇 是什麼長項 這個從人的個性 一個人的個性 他的面相一定會顯示 會想要飛上枝頭的 老師老師我可以飛上枝頭做鳳皇 羅姐應該已經是鳳皇了吧 羅姐本身就大朋友了 就不用當鳳皇啦 就意思說 看清楚這種面相是沒可能的 你自己就好猛 所以有了一種個性的人 一種個性的人他要力爭上游 然後會主動的去爭取機會 那什麼樣的面相 他會力爭上游 主動爭取機會 從面相來看的話 額頭比較高的人 因為額頭表是事業 所以他的這個事業心 力爭上游的那種能量很強 我高啊 我高啊 我只是蓋起來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 就是這個眉骨 就是如果說 我們從側面看一個人 這個眉毛的這一塊骨頭 他會特別的凸 特別的凸 這個台灣話說 額頭比較高 額頭比較高 就是想要當少奶奶 或是有分享著一個 未來的那種期待 那種憧憬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一個人格特質就是說 他有很強的追逐 這個名跟利的欲望 追逐名的話 名就是在顴骨 所以顴骨比較明顯的人 比較凸的人 他的名的欲望很強 那利就是鼻子 鼻子是財 所以鼻骨很挺的人 他的追求利的欲望就很強 所以顴骨突入 鼻骨很挺的 那就是追求名利的欲望是很強的 那很強 當他沒有名利的時候 他就會力爭上游的 想要飛到豬頭到後方 只要任何一有機會 他絕對放過 絕對不放過 這個喔 這個我 我有認識這樣的人 而且就是 還滿 以前我在某台的時候 那我們的一個女主播 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她本來是個女記者而已 然後呢 但是呢 她每天人家 那個做完袋子 交了袋子走 就下班走人 她沒有 她就在樓梯間 拿著稿頭 就一直在念 就是在練習播報 就一直練習播報喔 然後 她還沒有機會播報 她還沒有機會播報 她就在練習播報 就是等 她等什麼呢 等 看看有沒有哪一天的 哪一節的主播啊 突然間喔 拉肚子 好 她可能在心裡面每天都要 除了念稿頭之外 她還有跟上天期待 一定要有人要拉肚子 真的被她等到了 真的 然後呢 她就有機會去坐上那個主播台 因為什麼 她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 對啊 所以說 我就說她展現她的企圖心 對啊 然後呢 因為我們經常看到她在練 所以說我們就說 那就請誰先 試試看 她是眉骨高 還是全骨高 還是鼻子高 她是全骨高 對 然後呢 更厲害的是 她中到那個女主播的位置 說慢慢的就坐穩 因為她很努力嘛 是 後來就嫁入豪門 嫁入豪門 連嫁入豪門 我覺得這個動作 她也是經過準備的 她有一套的SOP 是啊 是啊 那妳不是有一個同學 我有一個同學是 這種經驗 在TVB 相對有TVB 我大學的同學 然後那時候她念到一半 她就跟我講說我不念了 長得很漂亮 她說我要回香港去選港姐 然後我說 喔好 那我還不懂她為什麼 她說 因為我以後要嫁一個有錢人 她就已經是立志她要嫁一個有錢的人 設定好了 所以她到TVB 就選美完了之後 進了TVB 然後她考上那個演員嘛 然後就是要演一些連續劇 每一個演員大家都很努力的在演技上面這樣琢磨 就只有她每天都是在看說 有沒有什麼機會可以去吃飯啊 然後有沒有豪門可以經過 香港這個社會啊 做女明星是比較過癮的 對 因為香港的豪門都喜歡群裡面去 那有很多嗎 有 你知道給她 她剛開始交的第一個男朋友 還被騙 因為就是看起來是豪門 就是空門 後來真的熟了以後 發覺說這個人只是一個空殼 她的眼睛跟我一樣 真的到後來大概前五年左右吧 她就真的嫁給一個有錢的流姓富商 對 然後呢 就現在就擠入了豪門的太太一群 然後有一天她在那個 就打算跟我講說 我終於做了富太太 好